海外家庭用工支撐着香港的经济 没有他们的话 谁帮我们看着头家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你家里的那位工人姐姐 她的家到底是怎样的呢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钟 我来到马鞍山这个私人屋苑 准备接一个人回家 走吧 和小姐的工作 给他接受到最后一天 你好 Taktik Taktik是印尼人 7年前来香港做工人姐姐 今天是她在香港工作的最后一天 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 一天多多 平时有什么作画在这里 照顧功夫 洗衣服 抹地下 我的家屋是在公園 我喜歡行山 看大牙 不喜歡 不喜歡很多朋友 很麻煩 雖然有自己的床 但為了方便照顧老人家 她也是喜歡睡沙發 可以 以前你睡在香港 聽到很開心 但沒辦法在家裡 見到我過來 已經很開心 對呀 開心 開心比拜拜 對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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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發我 ikki 不說我以為我是在飛歐洲 我们转机是等了八个小时 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想去沙巴亚 多少个小时 两个小时 坐了两个小时 很可憐 香港飞印尼 坐直航的话 五个小时 但因为姐姐的机票 是由雇主买的 所以大部分雇主 都会买便宜机票 变相飞久一点 这次我们就足足飞了十五个小时 才到印尼四水 各位先生 我们在Juan Doi 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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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 最近有时间非常好 有人 拴奸他? 他 really forgets了我的存在 吗? 不过 当然 没问题 油邦 不是 Labour 四�숞 对 是 達帖有兩個姐姐三個女兒 大女兒去了市中心工作 另外兩個女兒就正在讀書 她還有一大班親戚和鄰居 大部分都是農夫或者家庭主婦 印尼全國的家庭用工 平均月薪大概是港幣237元 有些省份的人工會高些 现在香港外傭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4,630元 但一般来说,头六个月差不多等于白做 因为他们要向中介公司还回培训课程和中介费 我以前在2,555年 每个月都是1个月,每个月都是5、5个月 5、4、5个月 经常听人们说,姐姐赚钱回家就变富户 可能是建大屋或做生意 但Taktik似乎一样都没有 她家的设备都比我想像中简陋 没有码筒,没有花灑,还有没有厕纸 我在村里都有遇过几位退休的工人姐姐 有人住在大屋,有人在做生意 原来Taktik当初来香港工作 一心只是为了赞取妈妈的医药费 我没有担心,我没有买到香港 我从来到香港,我没有买到 但我会在家里有很大的病毒 但我没有买到家里,不可以很快 我没有买到家里,没有买到家里 我买到家里,不可以买到家里 我买到家里,我买到家里 我买到家里很公平 印尼人在2019年平均月入大概是港币1400元 在家庭经济负担之下 成为爱庸似乎是赚钱的唯一捷径 在家里住了两天,我觉得 他好像所有人都很空 他的厅好像一个社区中心 每一早还没睡醒,都已经听到外面有很多人在聊天 他家里的窗户又特别大,没有私隱 每一次在厅里吃饭 他们都会跟外面的人说 过来吃饭 我一个13岁的女儿开电单车 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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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口套 在香港很多口套 对,在这里口套 这里小櫃 还有没有一座 没有买 够了 可以买这个 女儿已经选了 要吃饭 吃饭 吃饭 快吃饭 地儿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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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吃 吃饭 吃饭 在家里有很多盒 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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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鸡 我们去看 Saudaz normalmente有利 新年快乐 只能多长 一年的女生 如果有孩子 在学校有问题,我们已经失去了 在学校有问题,通常会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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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Takik的小女兒 和過了生的媽媽一樣 都有哮喘 因為我的兒子傷害了 在家中傷害了 她要求我回家 我沒有想到我的兒子 如果有爸爸跟我的兒子 我會覺得很多人在家裡 有一天去了 跳印尼大媽舞 然後我認識了一個姐姐 在香港工作了十幾年 我就用廣東話和她聊天 說一些關於香港的事情 然後她旁邊的女兒突然爆哭 我猜她應該是因為聽得懂香港這兩個字 然後要為媽媽要回香港做事之類 好 好 好了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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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面对人也是 可能是受伤了吗 有一种 causa的 Под挑� it to be a Ya, Makasih udah ngebesarin aku Makasih udah nyekelah ini Sampai SMK 要做的 不容易做的 只是做吃 每天都是我的乳母 不与我是 請字幕by bwd6 我认为是个人帮助,我不认为是一个人帮助 如果他们有机会去工作的位置,当然他们必须要 你好,早安 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早安,早安 不用怕,我是语言语 原来你语言语,我今天来学习的 好,我想你去上海,学习 Let's go 姐姐,我们现在在学间煮菜 好 它是煮番茄炒蛋的 有波关汤的,煮什么 这个都是有正乳 这个是厨房的,日日就是他们在这里住 这个是饭亭,学生每天在这里吃东西 他们现在是同感参的 这是什么 这是白色的 东西 对 你好,早安 早安 早安 你是今天这种 我是Huy 早安 知道什麼嗎? 早安 爸爸乾杯 比武館 BBM來 BBM來 BBMUNITE都一定送風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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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走了這麼久 終於到我上課了 究竟我燙得好一點 還是老師燙得好一點 來了 嘩嘩嘩嘩 香港人最重要是什麼? 快嘛 就這樣摺就行了 遮住就行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為什麼? 做都不可以隨便 老師說 燙衣好 就一定要由外到內地燙 燙得來來回回的話 會令衣服抄襲 摺衣服的時候 就一定要平放件衣服 扣了樓才好摺 老師 我們進來這個課室學些什麼? 學廣東話 廣東話? 廣東話 洗鬼學嗎? 當然是我來教的 我來教的 你教的 來吧 來吧 好 我想… 我看不明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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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教的話 就要教 出街記得戴口罩了 不過這樣死記的句子 又沒用的 弟弟不吃煎蛋要吃炒蛋的話 他們又懂不懂得說呢 東爪娃是印尼輸出最多外傭的省份 這間學校就位於東爪娃的四歲 大約有200位學員 非常重要 例如,在家庭的方法 在家庭的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 和香港人的角色 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 學校的學校 學校的價格 價格比香港人的價格 甚至雙倍 雙倍 多數多多 所以,我想 某些人的方法 我可以看到 他們沒有妨子 成為公司的家庭 但他們認為 多少錢他們可以賃 和他們可以幫助家庭 成為階道理 那麼多 因為我幫助他們 他們有支付自己 因為他們都會付自己 像是我伶子 所以我需要幫助他們 也有支付自己 我覺得這是最佳最好 我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 要去学校 和占助 我自己的工作 如果我跟人一起 可能只能收到资金 但如果我工作 我真的会很容易 我真的会很容易 我真的会很像这样 有些人会说我坏 有些人会喜欢混合 但我们都会感到我们 Sandari是學校年紀最小的學生 家裡有三個還在讀書的妹妹 以前做店員的時候 月入大概港幣400元 家裡有三個還在讀書 培訓學校和中介公司 會派人去不同的村落島招攬新人 當傭工成功出國工作之後 就要開始拿部份人工 來還回培訓課程和中介費 全印尼有很多個政府機關 負責監管全國的培訓學校 和中介公司 但是在香港的外傭討論群組裡 不難見到僱主對自己姐姐的種種不滿和投訴 所以期望 再次回到期望 不要期望外傭助手 突然變成一輩子 你會覺得 工作人員認為 所有外傭人和外傭人都正在香港 他們突然很聰明 突然知道所有事情 突然不需要教她 他們不可以 不…不…不… 你必須要教授 一步一步 有些人需要兩月 有些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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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局報告 我們負責保護海外家庭群工 提供幫助和支援 有時候問題不是來自群工 而是來自中介公司 例如攬收費用 我們是中介公司 培訓學校 和群工之間的談判者 有時候我們明知道 群工面對著不公平的待遇 但假如群工因為種種的考慮 而想適事靈人 不主動向我們報告求助 我們無法插手幫忙 其實除了中介 和培訓課程的費用之外 很多學員 在入培訓學校之前 就已經負債 未出國就已經周身債 這個也可能是部分工人姐姐 會在香港問銀行 或者財務公司借錢的原因之一 而外傭斷了的問題也很常見 作為群工 他們必須遵守合約的精神 有時候我們的群工教育水平較低 我們努力地令他們理解 這是他們的責任 因此在離開印尼之前 他們必須參與有關海外工作的講座 讓他們知道合約條款 目的地國家的法律 到達和離開的程序等等 我們不只教他們工作 我們也有能力 不像是有 moral 能力 有 moral 能力 讓他們改善他們的心思 說到底 外傭的角色 是幫我們分擔生活的重量 養大了一代香港人之餘 很多人都會把最親的家人 交給外傭 一位陌生人去照顧 你不感覺你好像蠻喜歡整個工作的嗎 因為我喜歡照顧老人家 大部分他們很多孩子 但是他們的孩子不會陪爸爸媽媽 一般他們 我有錢 我爸爸媽媽給別人照顧沒關係 但是他們的心 是真的他們想孩子 孩子有時候偶爾會向他們拍照 無論你是為勢所迫 還是心甘情願去請外傭都好 Utami 的說話 可能可以為各位僱主 在埋怨工人姐姐的能力和態度的時候 帶來另一個角度的反思 香港的星期日 到處都是工人姐姐 很多姐姐來香港之前已經成家立室 每個人都背著一個家庭的擔子 我看到一 الطчес诚 在印尼四水曼拉這條村里 我遇上四十歲的夏利安祐 在印尼四水曼拉這條村里 三年前,她從來都沒有想過要老婆出國打工 印尼海外融工中介公司會定期派人去不同村落招攬新人 Haryono住的這個省份東爪娃 在2019年就有三萬多人成為了外融 是全印尼輸出最多外融的省份 我只是在台灣工作 我只是在台灣工作 經過三個月的愛用訓練課程之後 她老婆很快就離開了 Riano除了要繼續本身工作之外 還擔起了照顧兩個姐姐的責任 我只是在家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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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她老婆的僱主 給她出街買東西吃 但回到家裡之後 僱主竟然在家人的面前 制衡她鈎錢 兩妹 boyfriend約好了 只會在台灣工作三年 但期限近時 太太因為工作表現好 被中介成功郵 implant 再簽三個月約 其实如果我没有认识的话,我会很愿意 很愿意 没有所有人都会忘记了 我和我一样都会继续 我们都会继续 到了 那 quote 我朝日 我们聊天 我们一起聊聊 十二十二十一 到晚了 沒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 要是 可以 要得了 就要是三十三年了 已經很燙了 相隔二地的爱情 衍生了数之不尽婚姻破裂的故事 同时也有些男人 一直都在等另一半回家 如果可以 再去订阅孩子 跟接下来的年轻新角色 更好 不是感冒 感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